你不信是不是 行 我现在打电话给王美丽 我开着免提 行不行 你听着啊 喂 美丽吗 哎呦 钢子哥 美丽啊 不是 那个你给我送个礼服 啥意思啊 嗨 钢哥 不好意思啊 这事情啊 来得太突然 刚才信号不好 我没说清楚 哦 这明天早上啊 我要结婚了 我老公是个军人 原本的婚期是三个月后 但他接到紧急任务 明天早上就要出发了 这原想把婚期再往后拖拖 可我觉得都拖了这么多年了 这次一定不能再拖了 我要让他知道 在他的身后 有一个家支撑着他 美丽啊 那你给我买这礼服啥意思啊 我想请你做我的主持人 这婚礼也实在是太着急了 我的家人都赶不过来 现场我连个亲人都没有 这婚礼啊也太冷清了 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求你帮忙 所以想见面跟你商量商量怎么办 不对啊 那你为啥订礼服就订一套啊 听明白没啊 他嫁给的是个军人 那军人结婚不得穿军装吗 美丽啊 我是赵刚子的岳父 叔叔好 孩子 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 你的婚礼是仓促了点 但是你不会冷笑 你不缺亲人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娘家姐 谢谢叔叔 哎 你心脏不舒服啊 你别紧张啊 这样 您去京东大药房买点药 那儿的药啊 什么都有 品种特别多 而且呢 都是正品好药 您不用出门 您就用手机下单 然后呢 您在家等着接收就行了 他们送货特别的快 哎 还可以向专业的药师啊 免费咨询怎么用药 服务特别周到 啊 行 您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您就给我打电话 好吗 好嘞好嘞好嘞 好嘞 再见刘奶奶 赶紧赶紧赶紧 哎呀别忙了 你快点快点的 干嘛我这忙的 停车场停车场 这你看看顺夫 你又在这乱停车 你赶紧把你那车挪开 怎么就是我乱停车呢 你等我说完了吗你 不是我乱停车啊 我的车在我的车位上停得好好的 是有一个车停在我的车旁边了 我现在是前面一个车后边一个车 那边是墙这个是这个车 我我有急事我出不去啊 啊还有人敢堵你的车 是呢 不可能不可能 咱们小区谁敢堵你的车呀 只有你堵别人的车 你赶紧擦一擦你让他走 走走走我过去看看去 哎等一会儿说话 啊 啊 堵你那个车是不是一个黑色的卧车 对啊 黑色的轿车啊啊 那我知道 那没事那没事 怎么就 我跟你讲 你现在回去啊 那个车已经开走了 是吗 你听我的你回去 别着急了啊 那是我让他停那 你说一声 哎 夏拙 你你刚才说什么 我刚才说 我说你别着急 不是这句 下一句 下一句我说的是 啊 那是我让他停这儿的 你怎么找到了 怎么了 你凭什么让他停在我的车旁边呢 哎呀 说法 你听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咱们小区啊 新来了一个业主啊 这不是新来吗 新来的 咱们物业还没有把那个停车位 给人家安排好 今天呢 他就临时来一趟取一个东西 就五分钟 我说这样的 你就停在这吧 这没事 凭什么 凭什么 你看 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 我问你 我说你今天还出去吗 你说你今天不出门 我就让他停这了吗 哎呀 咋着 我现在出门都得向你汇报啊 别忘了赵刚刚刚 你是我姐夫 不是我岳父 你凭什么让他停在我的旁边啊 你停别人的旁边不完了吗 你停别人旁边不行 别人万一走呢 对吧 停你这没事 咱俩不是亲戚 你不是我妹夫 你打住 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啊 这个赵刚子正能量的代表啊 我就是他的衬托啊 我告诉你赵刚子 你在物业你能当上这个副经理啊 你 就是踩着我的影子 抓着我的脖领子 踩着我的肩膀 掏着我的头发 是踹上肌的你 你 气死我了你 你你直以这么生气吗 哎呦气得我心脏都不舒服了 啊 真不舒服啊 不舒服 你要不舒服 我去京东大药房给你订点药啊 我打开 再说了 他那车没地方停 就完全可以停在外面嘛 在小区外面那不远的地方就有个停车场嘛 是不是你这就这样不尽人情了 人家就停五分钟 停他外面那停车场他不得花钱吗 怕花钱别买汽车呀 买个自行车蹬着来不就不花钱了吗 哎呀 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对吧 你这来回一走就得四十分钟 你不值当的 走走路怎么了 啊 人长得 还把你这个故事给我们俩讲一讲 是吧 然后你心态好了 我们好一起愉快的旅行 嗯 爱听 我就讲一下 我的 七美爱情故事 记得 那是一年初 我 和我的那个他 手牵手 走在 桃花盛开 笑颜的小道上 哎呀 满天飞舞着花瓣啊 错 错 错 中东赛下 他没有了你信不 嗯 就是这个时候 嗯 她胖胖的出现 就有种冰雹子般的猫 啊 啊 那可真是啊 突然一阵无情蹦 打得鸳鸯各自飞 哎哎哎哎哎 没有话没有话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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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 哎呀哎呀 大夫不好意思 你看我一提到当年的往事 我这个波兰啊 这个激动啊 哎呀哎呀 哎呀我小伙子 我头一回听人讲故事 讲得这么盛动我呀 对 我这是次第故事 哎呦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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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下去 你缓缓气 我先请教一下 你说要除旅行 我得准备什么行李呢 啊这个不用什么 啊 是准备点日常生活用品呢 换起衣服什么的就行 那我得戴上这个 哎呀 哎呀我小伙子 太伤了 是是 戴上这个行不 都敬过就是 还你才慢慢干什么 不是我爸不怕你笑话 我不经常出门 我是走时间长 我怕想他们 啊对了你这 这我全家福 我看看 你认识啊 这我老伴啊 这我大女婿大女儿 二女婿二女儿 小米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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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啊 你清朝 我清饭 饭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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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我吃这个 黄豆芽炒黄豆 这不叫黄豆芽炒黄豆啊 妈说了 这叫母子相会 你说我这个岳母啊 就天天盼着我生孩子生孩子 你说这菜还改了名了 我吃饺子 饺子什么馅 饺子今天馅好 六种馅呢 也有名啊 有 大米日小米日说了 这个叫做身怀六甲 大姐夫 你就跟全家人一起 你就欺负我吧 我不就是到现在还没孩子吗 干什么呀 我不吃了行了吧 我不吃了 顺夫 顺夫 你看你今天这是怎么的了 这是 这是干什么 吃个饭还都改成这名 还神怀六甲 顺夫 你呀也别太着急了 知道吗 这世界是公平的 该是你的 肯定是你的 你放心吧 说不定这个宝贝 正奔跑在来你们家的路上 行了大姐夫 你不用劝我了 我都明白你意思 吃饭吧 我饿了 顺夫 顺夫 等一会再吃呗 别等了 我都饿死了 不是 你大姐还没回来呢 哎呀大姐又去哪了 她今天到医院检查身体去了 那医院人家中午不吃饭呀 到现在还不回来 不等了不等了 等一会呗 不等了 你媳妇还没回来呢 你媳妇还没回来呢 等一会儿 回来啦 你怎么还没回来啊 谁呢 着急吧 我还跟她说 关键时刻就得隔壁老汪 快来吧 白家你们着急了 慢点 回来了吗 哎呀 哎呀 你回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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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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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就完了呗 哈哈哈哈 啊 我才走一天 你们大伙就都想我了 啊 看来我在这个家 凸显出了非常重要啊 啊 哎呀 老头子啊 瞅你那样 没啥事 这不是早上妈 起来我上咱们花园小区去锻炼去了 就碰着你张神了 你张神说呀 那郊区有一块地 有野菜 那包饺子才好吃呢 我就跟她去了 人家家人口少 挖点够树了 人家就走了 我心里咱们这一大家子人 那挖少了 到时候哪个孩子吃不饱 妈心不疼吗 啊 所以我就在那多挖了一会儿 结果就把时间给忘了 哎呀 抬头一看呢 那搬车也没了 我就到那村子去了 正好有一个小伙儿 赶那鼓动那农村开的那个 蹦蹦蹦蹦蹦 三绿蹦的 我就跟人说呀 孩子你送大姨一趟 哎 人家二话没说 开车就送我 往回走 结果赶走不到家 赶走不到家 我说小伙儿 你把车停下 我下车打听打听 我说那个沈阳的幸福小区在哪啊 人家说啊 幸福小区在沈阳啊 我们这是法库啊 什么的 把道走岔了 就耽误时间了 才回来 刚才到大门口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扶着大门那篮阁 我跟他喘气 哎 正好碰着田笨笨来 这孩子 从大门口 一直把我背到咱楼跟前了 谢谢 谢谢 这范奶奶啊 为了给你们包饺子 都累坏了 是啊 我这脚脖子都肿了 他不相信 他以为这个老板是给另外一个女的买的 结果夫妻二人就被这个事情就打聊起来 那这个女的也太完蛋了 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高级 因为这个老板 一年365天天天说瞎话 常年累月 吃之一横 发挥一直很稳定 所以他说了一次真话 他老婆都不太相信 就这么跟你说吧 论工作能力 论业务素质 还论长相 他能 他都比我厉害了 是不是 范美的话少说 你咋不告诉我呢 他来了 我告诉你了 我一直跟你几个咋咋咋了 你在哪里几个咋咋的 跟你身后啊 那我能看着吗 小脸啊 这干啥呢 没有那个什么 我怎么感觉你这工作 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没有 我们呢 田经理 我给你讲话 有事 我给你解决了 能解决是不是 能能能 那行那行 那我玩的 玩的 他玩的 他玩行啊 你不能玩啊 我没玩 你这是工作的 对 告诉我 最后一天了坚持住 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是啊 玩玩吧 这是我挺厉害 这是我的妈呀 田儿 哎 解决完了吧 解决完了 赶紧的 这样啊 咱们那个 写写手续好不好 弄坏你东西了 我就赔钱 大星哥 你告诉我 赔多少钱 今天你就这么说了 还这么说 你给八万八行了 多少钱 我三百买的 你看这要多少钱 八万八 八万八 你别是个喝人的 我没胖子啊 你带给我花多少钱 我说三百吗 你问我要八万八呀 我喜欢这个树 它比较吉利 你咋不喜欢八百八 是八万八呢 你拿不出来呀 一杯八万八 我就能拿出来呀 拿不出来 挺好吗 咱俩 正好找大美 你跟他道歉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别人扯不了 撒开撒开 我可是看了半天了啊 我看明白的 我说就公道话 一小脸 给他八万八 你听我说 一小脸 咱是男人 听明白吗 给钱可以 道歉 你绝对不行 还大美 我看的是臭美 点八万八 打不来走 我现在想跟你打走了 你信不信 谁给你的勇气呀 在哪来的勇气 给他点八万八呀 你快都有我你呀 心啥呢你 闭嘴 大金哥 啊 这样吧 蛋糕现在要赔钱的话 我实在是没有 啊 你看看能不能我跟你去大美姐 那儿赔礼道歉 太好了 不不不你 你等我去 你等我去 能不能 十二年以后给大美姐 赔礼道歉 今天过程 你明天去 你都不完了吗 我跟你说啥也别说了啊 两条道 你选一个跟我上大美的道歉 一个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啊 思念你这写的什么呀 这么俗呢 是吧 我的女王真美丽 日日夜夜思念你 只要你在我身边 你爱咋地就咋地 你看人写的多好啊 爱你的赵刚子 喂喂 你大姐是写的 你看看啊 这真是我大姐不写的啊 哎呀大姐 我大姐不这么浪漫呢 我都没想到啊 不熟吗 不熟 一点都不熟 哎呀我没想到 我们家刚子这么浪漫 我还敢动了 你还去解一下啊 抱着抱着啊 抱着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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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呀 你是不是看了我给你写的那首诗了 是 我的诗 我的狮子刚 大米亚 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写这首诗吗 你还记得吗 十二年前的今天 我认识了一个小胖子 谁呀 你 十二年之后 她仍然这么胖 你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 谢谢你 十二年与我相容与没 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刚才 小米 小米这是在那的 按来我是想给你买一个礼物的 你也知道每个月你就给我五十块钱零花钱 四个月王小菜借走了一大部分 把联傻送掉 没想到你突然给我打电话 让我买瓶醋 结果就一分钱不剩了 但是 我给你写了这首诗 纪念我们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刚子 你啥都不要 只要我在你心里就行 感人 太感人了 钱润帆你给我出去 你无理取闹 找别扭 怎么在这是今天这是 今天这是 气死我了 无理取闹 大姐夫 你两口子什么意思 我们两口子在里边吵架 你们两口子居然有这种方式来庆祝 哎呀 庆祝什么呀 庆祝啊 干什么 你不知道吧 今天是大姐跟大姐夫初次相识的纪念日 哎 大姐夫还给大姐写了一首诗呢 浪漫呀 去去去去 写诗就浪漫啊 我跟你二姐直接给她钱 她把我给你撵出来了 撒开 我看不得这个啊 师傅 你说你忙了吗 这么长时间了 好不容易回趟家 怎么回来就吵呢 大姐夫 啊 阿米勒也不知道咋的了 屋里取闹 我刚刚才回来 他说我不招家 我要是招家 公司的生意谁来做 说我出差回来 没给他买礼物 我把这次挣的两万块钱都给他了 买什么礼物买去呗 哎呀 陈芳 你就给他买一点礼物 对 就是 你呀 就是一点都不浪漫 你懂啥呀 浪漫管饭吃啊 陈芳 选你大姐夫 给他写首诗 写什么诗 什么诗 买买他了 你别和他这么说话 他这会儿那个兵不小啊 啊 你看看 弄不好就和他爷和他爸一样一样的 你看 哎呦我的妈呀 老王大哥 你可别吓唬我呀 妹子你可别哭啊 哎呀妹子 你可别哭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妹子 哎呀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不哭个啥 哎呀妹子 我跟你说 你不是 你得坚强 咱得开刀他呀 哎 咋开刀 我 你起来我告诉你呢 人家说 有病不要紧 嗯 他得有一个健康相伤的这个这个 乐观情绪 情绪好了 病自然而然就下去了 啊 你知不知道 啊 情绪好了 就下着了 对 去劝他 叫他乐 大哥我怕我疼 我疼我 你顶得住 你肯定挺得住 没事 你你你去劝他 哎呦我能顶住吗 就是乐 哎呦我 我真的 哎呀呀呀 你没有问题 快去吧 咱一块开刀他好不好 好 哎呦我的妈呀 你这 你这哪又跟他把那个破轮椅给退出来干什么 看我做我来气 我说老范哪 我看你做轮椅就不来气了呗 啊 老头子 我对不住你 你有病我不知道 刚才态度不好 你你消消气 哎 咱们该咋活咋活行不 咱俩这日子还得过呀 对呀 咱还得往好了过 你说你弄了个破轮椅自己还不会摇 你看那种轮椅 咱得过好日子 对不对 我怕我过不去了 哎呀 有啥过不去的呀 对 老范 这么的 你先别考虑那病啊 你把精神振作振作 咱坚强点 对了 老头子 平时这时间 咱俩在家干啥来着 干什么 就你盯的日程表啊 这时候不是扭压根吗 对呀 起来起来 跟老伴扭压根来 我都这样 你看我扭压根 你扭死我得了呗 你走走打呀 老范 我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扭不扭 不能扭 真不扭是吧 不扭 你说的 我说的 我要和老王头扭了啊 哎哎哎老范 你爱跟谁扭跟谁扭 不你要正这样 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你啥时候客气过 不就来来再来走 好吗 走 扭 走 你跑我们家斗鸡来吧 这什么玩意呢 动作 动作 有这么动作的吗 什么玩意呢 眼神也太猥琐了 你能不能正经点 那是我老伴 快挺好 那你说咋扭啊 这扭压根 你这 你首先这人他得 是不 你先站直 把心态放平 是不 眼神你正经点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别跑 上去拿到 干什么 来 快把他挣住 阿 阿 路市长 哎 我啊 好了 哎呀 你别跑 你过来 别跑 别跑 我 我 还是我 还是我 错了 我拿来找你 你也没话 这回对了 哎 住手 你们干嘛呢这是 抓着一个小偷 小偷 谁呀 哎呀妈 这不小黄吗 小偷 我认识他 他是开锁的 开啥锁呀 那个 我大姐夫 不去外地出差了吗 把一份重要的文件 锁在物业的保险柜里了 他让我找开锁的来 我就把小黄找来了 他不是小偷 快快 放开 小明亮 他是谁 他是我小姨婆 他是好人 他是好人 握着手 妈呀 手中了 他又是谁 我送你介绍一下 啊 我们小区的 他叫王小倩 也是个好人 他是好人 你也是好人 对 都是好人 对了我让你看你锁开了吗 早开了 那里头啥也没有啊 你开的这个呀 你开的这个呀 我让你开的保险柜在里屋呢 走开那个去 开 开不了了 啊 太不像话了 啊 我是靠手吃饭的呀 瞅瞅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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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不行 小白你不用钱 小黄你看那个 哎呀行了行了 我跟你们开玩笑的 哎呦 你们呢都是好人 你看这风雨交加的 蛇小家雇大家 出来给大家帮忙 这对得起你们小区这个名字呀 什么什么意思啊 幸福小区啊 对对对 是是是幸福 虽然我这个手费了 可我还有这只手呢 小米链开锁 哎好嘞 这边 走 来 过来咱走吧 可不定啊 要不然一万三谁赔得起 是是是 快走快走